继续来看活动的消息 台湾十大让人流口水的烤鸭 宜兰获得了第一名的殊荣 2012鸭箱鸭箱节就特别规划 最热门的樱桃烤鸭松响或胃餐 将在这个星期六 在东三河清水公园热闹来登场 当天中午洗开200桌 要让民众品尝到宜兰在地鸭肉的美食 今年9月美食家一集网友 票选台湾十大让人流口水的烤鸭 第一名就在宜兰 尤其风味绝佳的樱桃烤鸭更是令人垂涎 漫入第六年的鸭箱鸭箱节 将在20号在东三河清水公园侧门登场 当中特别规划了由南洋美食交流协会 精心料理的樱桃烤鸭双翔风味餐 并且结合了五农米三星葱等食材 中时呈现南洋古早的好滋味 宜兰啊 烤鸭 宜兰这个是怎么好 因为宜兰是我们鸭鸭的花园地就可以了 所以因为宜兰有得天有好的地理环境 因为我们宜兰的关系 老山老水 特别的就是我们宜兰的温差大 所以说所有生产出来的品质就不好 如果这个鸭子他的身体很强壮 他不太会得到轻流感 所以你们可以放心地吃 而且世界上最有名的那个料理食物 我想应该是属于烤鸭啦 在我们台湾的烤鸭啦 鸭排还有鸭蛋 鸭蛋其实是属于气场卷 有外销到自动的 而日本的国家是属于比较挑剔的 所以你能外销到那边的话 就代表我们学者有不到一个程度 有邀请的活动 除了多多厚务务 来设计我们的蚂蚂蚂 也设计每天也设计 每天都有每天都设计 每天都要设计 然后每天都要设计 压箱饗宴料理 预计在20号中午开桌 细开200桌 每桌为3600元 平的餐券还可以免费搭乘 东山河的游艇 以及免费入园 另外又有机会获得餐鱼厂商 所提供的数百样优惠好礼 主份单位表示 这次的活动与东山河休闲农业区 以及其他近50家的业者来结盟 除了主活动当天之外 各特约小吃餐厅 民宿以及观光工厂 在活动期间 推出了鸭宴料理 或相关的优惠活动 提供给民众来选择 宜兰新闻记者十四名 采访报导